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生活童乐会 今天艺文童乐会各界好批的大推荐 让我们欢迎吃摄影评人戏关姐 哈啰大家好 童文好 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各位在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早安午安晚安 前阵子大家一直在讲说 就是缺片缺剧 就是没得看 最近会开始有好转吗 会加减有一点 因为你讲的缺片缺剧 那要看你看的素材是什么 如果你看的素材是以亚洲区的为主 那基本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主要的问题是卡在好莱坞 在去年的夏天 开始罢工 演员罢工 编剧罢工 所以他有停拍 以及没有办法宣传的问题 所以造成了去年的第三季 跟第四季呈现一个 第三季是真空 第四季是半真空 所以有些片呢 会被整个以后到今年的第一季的尾巴 到第二季之间陆陆续续会上映 所以如果你看的片是好莱坞的片 那理论上这一阵子开始看 你会觉得还是有些片子是可以看的 这绝对是没问题的 那如果你是看韩剧韩片日片亚洲片 它是没有没有衔接的问题的 对我们今天来介绍还蛮多元的 对你今天介绍就是很多元 所以喜欢看韩剧的人 待会会有韩剧的推荐 这个已经最近大家很热的啦 真的齁 然后再来电影的部分也有好几部 对不对 如果是在院线片的话 有三部要介绍给大家 那其中呢 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宣传的 这个大咖的 就是香港的前行 对不对 柳德华 彭云彦跟林家栋 对 那另外呢 如果是要在平台上看的电影 也有推荐 所以今天 西关节帮我们准备了满满的片单 我们就赶快进入 首先第一个你要先推荐这一部 你说讨论度非常高的韩剧吗 对非常高 死期僵痔啊 有欸我有看到这一部 大家在讨论 死期僵痔就是去年的年底 到今年1月这一段时间的讨论度 相当相当高的一个案子 我认为 应该蛮多的 听众朋友 或使指寻的朋友们 你应该有看了 或者是你有 你有听过 我其实是一开始有听到 人家在说这个案子好看 然后我就 人家就说 欸你要不要看一下 因为 这个作品的两个主角 许仁果跟朴素丹 朴素丹就是大家在直播间 可以看到海报最左边的 这一位画面比较大的朴素丹 就是在《寄生上流》里面 演那个妹妹Jessica 那一个角色 那许仁果其实是因为 他之前看过这个漫画 他就蛮喜欢的 他就还跑去问他的制作公司说 他很想要参与这个作品 结果才知道说原来这个作品 其实已经在启动了 而且其实呢 他是有被Casting 他是有机会选其中一个演员的 但是后来因为编导他们得知说 他喜欢这个作品 他们就干脆说 诶 许仁果那你干脆来演主角 所以他有点Cure的 而且因为他自己就对这个作品 其实蛮有蛮热情的 而且我跟你讲 这个案子基本上 目前应该是零负品 对啊 有人有看耶 说好好看 都是超紧凑 血腥又感人 怎么会是这样子 血腥又感人 他就是一个血腥又感人 怎么会有血腥又感人 这种评语 我们今天可能会花多一点点篇幅 在这个作品上 好 没问题 因为这个作品真的是评价非常好 而且很多人都说什么 我2024才刚过几天 我就看到了神剧 哦 因为他讲就是许仁果这个角色 他就是跟女朋友本来就是过得很 还蛮甜蜜的生活啦 然后许仁果说我今天一定要去面试 然后可以到那个大财团 大企业我可以取得一官半职的概念 结果没想到他当天前去面试的路上 居然看到路上一起车祸 他因为他目击那场车祸 导致他心神不宁 所以他去面试的时候 他表现非常非常糟糕 那表现很糟糕之后呢 他没有办法到大企业 他当然就做了很多工作的打工仔 他一年做了七年的打工仔 好不容易再一次获得机会 前往大公司去面试 他本来满心欢喜 觉得面试官应该会满意他 在这七年里面 非常的努力 他做各种工作 他只是为了能够生存下来 没想到在那一刻 最后的结果是悲剧 他没有录取上 所以他觉得他努力了七年 他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妈妈 对他的期待 没有办法面对女友对他的期待 所以他觉得说 我人生是黑白的 所以他决定说 我来自我登出这样子 那就是因为他自我登出 所以他遇到一个类似死神的角色 就是朴树丹眼的这个类似死神的角色 他就说 我现在给你十二次机会 你有机会回到这十二个人的躯体身上 你如果能够用其中一个人的躯体 活下去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人的身份活下去 但这个人基本上你灵魂到他身体里面的时候 他即将都会面临到生死的危机 你要帮他解除 你如果没有解除的话 你就是会跟着死 所以他在这个作品里面 刚刚有人讲说 为什么是又血腥又感人 那因为这十二个角色 当然是有各自的一些离开的故事情节 然后都缓缓相扣 让你猜不到他这十二次的轮回投胎当中 会跟自己的人生又有什么样的呼应 其实是有奇幻又有恐怖 然后又有亲情感人的议题 全部混在里面 而且里面的大咖还蛮多的 我其实有吓到你知道吗 因为他第一个投胎转世的就是 史源 史源超帅的就是 有啊我就说这里面大咖怎么这么多啊 我想说我看了 那所以他们其实可能都出现的时间也不长欸 因为他十二个角色啊 对十二个角色 对啊 对所以越后面越血腥越恐怖这样子 很很有趣 而且他也是在漫画上改编 漫画是在webtoon webtoon就是叫做 我死了又死 对啊 对 而且他的节奏非常快 因为整个漫画大概六十 好像六十几个章节吧 嗯 他一共只有八集 八集 他只有八集 所以速度非常快 你想八集要处理完十二个角色 对啊 他等于一集里面会处理到两个角色的可能性 对 所以他都一直会让你很很 还蛮紧张然后措手不及 蛤这段就这样结束了 我有看错吗 嗯 超傻眼的 然后但是他节奏就是很快 那你有看漫画吗 我有看一点点 而且我跟你讲 他其实我觉得他改的 改的蛮好的啦 改的蛮好的 对 嗯 好所以其实韩国真的有一些 改编制漫画的剧都很厉害 我跟你说漫画的作品真的非常多 真的有时间我们可以多聊一些 在webtoon上面的好的作品 这真的是很好看的案子 像你说去年的话题就艺能 亦能也是 母民在另外一个漫画的平台 对 改的蛮好的 可是这个死期将至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是在哪一个平台上 Amazon 亦马逊 你看现在这些平台 真是 要你钱 到底要我们怎么样呢 真的是很逼人是不是 对 这是死期将至带回来 十点四十三分 欢迎大家回到生活同乐会 今天非常开心呢 请到我的好朋友西关节 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最近的好片 最近的好片呢 其实不少还有剧 那西关节今天在分类上 几乎是面面俱到啦 然后都给大家 可以有一些不同的选择 刚刚这个韩剧死期将至是在 Prime Video Amazon Amazon的Prime Prime Prime Video 对 没错 对 然后好莱坞的电影部份 现在越线上映 就是由杰森史达森所 所带给大家的风行者 嗯 这个叫 Be Keeper 嗯 那这个title 你也有听见 什么叫风行者 我听了吗 这样子 它其实讲的就是在女王 就是在风潮里面呢 会有一种风 它是专门去维持整个风潮的一个正常的运作 如果今天女王 连女王蜂都有问题的话 它会把女王蜂逼下台 其实就是有一点类似 呃在这种官僚体系里面 可能会有一支很神秘的部队 嗯 这支神秘的部队呢 它依然呢 也有可能帮政府在做肮脏活 嗯 但是呢 它也可能在必要的时候 它要导正整个政府的 会不会走歪楼了 嗯 它讲的就是 因为杰森斯塔森是一个退役的 这个Be Keeper 就是风行者 这样一个团队里面的议员 他退役了 他退役之后呢 他觉得说 他人心没什么人 要照顾他之类的 他只要遇到一个农场的阿嬷 嗯 那这农场阿嬷呢 居然被诈骗集团 骗走了很多很多的钱 嗯 钱多到呢 这个阿嬷觉得万念聚会 结果就自杀上吊了 自杀自杀而自杀死亡这样 所以杰森斯塔森就认为说 居然我认识一个这么好的人 他的努力的一辈子 他为慈善机构做这么多的事情 他努力的所有的钱 就是为了要捐做慈善机构 结果这些诈骗集团 居然不知好歹 把他连要拿去做慈善活动 这些资金的钱 全部都骗走了 所以杰森斯塔森决定说 那我来抓诈骗集团 嗯 所以他在抓诈骗集团过程里面 他要先抓诈骗集团的分部 那因为大早诈骗集团的东西 就是有很多很多分部 然后超级难找的 所以他的叙述 他如果去把这些分部的人 把一网打尽 然后把这些分部的人 一个一个揪出来 揪到最后 他要揪到最大的总部 结果总部呢 居然是一个 你意想不到的政治势力 所以呢 在他每一关 在闯关的过程里面 你就会觉得 喔没有错 我们就是应该要 诈骗集团就是应该这样被对付 嗯 我们就是想要把 要把所有的资料啊 试服器全部都 都毁损 然后把那些最大的 最大恶极的人 他都要生之以法 那这不能当做那个 各国政府的一个 那个清扫 清理诈骗集团的一个范本吗 可能要先 就是因为 其实就法理上来说 要处理诈骗集团 确实很困难 因为诈骗的 的罪行 反而就是 呃 亲 呃 高高抬起 轻轻放下 因为你 永远无法得到 对等的惩罚 而且他们夺走了 可能是某一些 引法族 努力了四五十年的积蓄 一瞬间化为乌有 然后 这些老年人 年长者的资金 全部被骗走之后呢 呃 他还可能会被很多人笑 你们怎么这么笨 那这些年长者 自己又很可怜 那因为 就是人性险恶嘛 那年长者 对人心又不设访 就 我们您听过很多社会事件 不是吗 对啊 因为我们相信人性嘛 所以 这些 这些诈骗戟然就利用人性之 弱点 所以攻破这些 这些有善心的人士 或是很焦虑的人 因为他可能 你们女儿给我们房价 你们女儿给我们 怎么 拿来拿钱等等 太多 因为诈骗戟然的手法 层出不穷 所以我觉得 诈骗戟然就是一直很难处理的 它其实是一个成为全球性的议题 欸 他这个 就很像那个单左华盛顿啊 对没有错就是 私刑教育 对那件事情他处理是黑帮嘛 对 那 你看最新的那一集 他最后也是 也是让 因为那些黑帮他们 呃就是 也是害了一个 一个老 老先生一对老夫妇那个退休 他最后不是 对 要人家把钱 那些钱拿去 对 还给他吗 对 我不知道 大家现在对于 私刑这件事情 好像 好像一直以来 就是 只要有看到 其实电影 影视作品都会用这种东西 来让大家觉得很愉快啦 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 处理不了这些事情 可是它却都造成 大家极度的 身心的 它是所有 所有全球观众的 一种 憎恨的公约数 就是诈骗集团 对 诈骗集团有时候比黑帮还可怕 对 好 所以这个是好莱坞的电影《风行者》 那1月12号也已经上映了 上映了 好 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Netflix上面 也有一部 有一部好 我觉得蛮算好看的电影 叫《断讯》 《Leave the World Behind》 这个作品呢 因为 那个明星还蛮多的 有大家很熟悉的 Jill Roberts跟Eason Hawk 他们是一对夫妻 然后遇到了这一个 在看直播间的朋友们 可以看海报的中间 偏右边有一个串西装 就是马赫 马赫 马赫 马赫下拉阿里 马赫下拉阿里 对 马赫下拉阿里 对 他演一个很有身份地位的一个华尔街的基金管理人 他讲的是 Jill Roberts带着医生霍克到了这个郊区的豪宅度假 然后去到度假的时候呢 就开始遇到层数不穷的怪事情 包括邮轮居然会搁浅在沙滩上 然后很多鸟要飞起来啊 大家知道其实这种都是某种层层上的可能某种警讯会产生 对不对 然后住宿的应该是第一天的半夜 然后就遇到了马赫下拉阿里 来敲敲门说 他们都西装隔履喔 来说 抱歉 那个我们可能临时没有办法进到城里面 那因为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那我可能想要来这边住宿一下这样子 那Jill Roberts就觉得说 谁会半夜来敲门 然后你宣称你是主人 所以其实这中间有隐藏了某一些种族歧视的意味在里面 因为这个豪宅 如果你有去看这个片的话 这豪宅非常非常的有品味 就是百云就是超级上流社会的持有者 然后来的是一对非裔的妇女 然后他们就觉得身份带查译嘛 那慢慢的随着说 手机也都收不到讯号 电视也都断讯 我可以理解有的人在直播间里面说 这个片在PEA有很多负品 但我觉得那些负品的人 是因为对这个类型上的期待度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认为他想要看这种末日类型的电影 我就是要看到很大场面的决战 然后我要把整个危机也结束掉 但是断讯呢是要让你看到 我们如果一旦生存在一个 你今天你的手机没有讯号了 你对外没有联络的管道 你电话也打不通了 你哪里都去不了了 比如说你今天就被困在电台里面 我请问你 你这个时候会不会内心很慌张 会 然后假设你的小孩 不在你的身边 你联络不上他 你会不会很慌张 会 跟人之间就很容易有对立跟猜忌 跟互相的批评 一定是什么台湾就会讲说 阿公的飞弹打过来 就是大家会有各种阴谋论 炫销身上 那大家就开始猜忌 所有的人性跟对立在这一刻全部都浮现 所以断讯要讲的是这个议题 它不是要跟你讲说 我们怎么解决这个末日断讯的危机 所以在这个末日断讯的情况底下 每一个人的真实的那个真面目都流露出来 你如果是个人性本二的人 你就会一路扶贫到底 你是一个乐观的人 你就觉得没事没事 我们一定可以度过 可是有的时候事情 就是没有那么简单的时候 你再怎么乐天 其实没有得到真正的解答 所以这个片是这样一个风格 它算是一部悬疑电影 在Netflix上面 悬疑片 现在就看得到了 当然看得到 好 接下来呢 这两部也是院线片 香港片 还没有上映 来第一个 香港片这个刘德华跟彭于燕 跟林家洞合作这部前行 这个片也在讲诈骗集团 不是在讲贩毒贩毒 贩毒集团 但是他们用一些用暗网的方式来交易 因为被抓到很麻烦嘛 所以他们就用一些花招 想办法让那些 隐君子用暗网的方式去买 那这片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设计 包括警方怎么去突破暗网 然后贩毒集团怎么去设布局 然后罗德华在故事里面 他是扮演毒销集团的大律师 他负责帮老板处理很多官司的议题 老板是林家洞吗 不是 林家洞在这个贩毒集团里面 扮演一个亲道夫的角色 他负责去看在交易过程里面 有没有一些问题会发生 他就不得解决现场一些 哦 了解了解 对 童韵院 警察吧 警察 他是负责在侦办网路的一个警司 所以他就是要找这些网路教育的毒贩 他要什么去抓到诈骗集团的首脑 那这个首脑是由那个 江浩文 应该江浩文 有写到江浩文吗 没有 江浩文 另外也是个硬底子的演员 对了 那这个作品呢刘德华在故事里面 本身他也当监制 他在故事里面有一段 在这边跟大家预告一下 因为有些人可能看过的 我是看过的 对 刘德华在片中有一段苦喜 我觉得那段戏 所有在座是为了父母者 应该都会有泪 是蛮感动的 那所以其实刘德华 他演的是贩毒集团的辩护 就是律师辩护 大律师 那所以他 他又是一个亦正亦邪的角色 有点亦正亦邪 这里面很多人都亦正亦邪 其实港片的区位不就是这样 大家都亦正亦邪 这种警匪片里面的亦正亦邪 然后谁是卧底 谁是真正的 的好人 那好人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今天是兄弟请 可是你可能是卧底来骗我的 那 对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这之前的另外一个韩剧 恶中之恶 恶中之恶 对也是类似这样的议题 就是那就是港片的强项嘛 蛮的警匪啊卧底 就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个类型 而且彭宇愿在片中的演出的戏份也蛮多 彭宇愿有给 就是彭宇愿有一场很精彩的打斗戏 柳德华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感人的亲情戏 那林家栋呢有很令人令人就是他有一场很他有好几场很好看的兄弟请 嗯 就这么说了 对 这真的就是港片的精髓 哈哈 对 没错 好 本周新片 对 这个我自己蛮想看的 好 再来呢 就是也是港片 过年加油喜事 什么又出现了 这是4K 4K的一个数学修复版 这是这第一次在台湾演的版本 就是因为之前在银展 现在银展有修复版 但它不是4K 诶 那个时候没有修复 那个时候是数位版而已 就是把胶卷扫描成数位版的版本 那这次是到4K 然后还是家常版 家常版是什么家常法呢 因为这个版本当然是去韩国演的 真的吗 韩国那个时候太喜欢英雄本色那种动作片 所以他们当时看到张国龙有演这个案子的时候 韩国的片商就觉得说 那既然张广路有演了 那可不可以最后来一点枪战戏 因为这片是个文艺喜剧嘛 嗯 他们说好吧 那为了韩国市场 他们就加了一段 蛤 那这加油喜事 原来还有一个 我们没有韩国的版本吗 有有有有有有有这个版本 对 而且因为我们做影 你们都知道有这个版本 哦 有这个 这个为了韩国的版做的 但因为我不知道 电视台有没有播过这个版本 我不确定 但是 4K修复的家常版 这肯定是第一次 这个是在过年期间演的 所以 这个应该 这个就是 我们就看一次少一次啊 这些港星不会再拍动片了啦 对 我看这部有 黄柏铭 张国荣 周星驰 吴君如 张曼玉 跟毛顺宇 我跟你说 这你 因为你 一来你没有看到 周星驰不会演戏了啦 张国荣已经跟我们不在了 所以这两个最重要的咖 基本上 不会在大一幕跟大家相见 所以有这种机会才能够跟 张曼玉也 他们就不演戏了 对啊 多久没演 不演戏了 对 他们就是过人生的 经典 就是经典作品 对 这个真的是猜好笑了 我们人生有很多台词 都是来自周星驰的电影 我跳进来啦 我要跳出去啦 我跳进来 加油喜事有什么 就是 加油喜事 谁赢档啊 我赢档 你好适合 很多啦 这台词好适合你讲 巴黎铁塔反转再反转 还有那个 那个什么什么 国父什么什么 的续集是什么 啊 罪权甘乃迪 什么东西 这种 这种你知道过去啊 我小时候比较受不了这种搞笑片 我跟你说 所以我没什么概念 现在人生有一点阅历的 需要这种电影 好像是 我问你 像这种过去的经典 经典电影的修复版 推出的时候 到底大家接受度 或者是票房卖座的情况怎么样 其实之前像 像那个 《末代皇帝》 对 卖得非常好 哦 对 就是陆陆续续的看那些作品 不过《末代皇帝》真的不一样 《末代皇帝》他实在是 而且《末代皇帝》 在电视台播出的机率 非常的低 他却是个 就是大事之作 真的真的 就完全 无用至于 那个 那个经典中的经典 而且那算是 我们第一次在 《末代奥斯卡》 是不是 第一次在西方的 对 但是西方的 制片人拍 西方的这个 电堂上面 就是好像看到 看到这个 《紫禁城》 对 而且再也没有 再也没有这么大的制作 真的到《紫禁城》去拍的了 再也没有 好 所以这个 今天非常感谢习惠恩姐 带我们看看 这么多的好电影 还有 在平台上面 也要看的剧 看的电影 都有 希望大家呢 在 这个过年期间 其实也可以看看 不过现在很多都已经上映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谢谢西方姐 就爱点你 UFO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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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